现在的油价我们有目凤赌,让车主们非常的心塞。 在这样高的油价情况下,油价还会下跌吗? 好消息是,国际油价有下跌的迹象了,这让许多车主们松了一口气,下一次油价调整的时候,终于不用担心油价上涨了,油价下跌力度又加大了。 八元时代被终结,车主,美滋滋,现在美国储存大量的原油,给市场带来了许多麻烦,之前国际关系非常紧张,现在这种关系终于得到了缓和,国际油价也有了下跌的迹象。 截止昨晚收盘的时候,美元油下跌了4.22%,不原油下跌了4.25%,收于66.43美元和76.44美元,国际油价下跌这么惨,那么国内油价会受此影响吗? 据最新消息在调整,玩起油之后,第四个工作日,国际人油的变化率负5.48%,又专家称,下一轮计价周期,油价或将下调245元每吨,油价下跌力度又加大了,八元时代被终结,车主,美滋滋,这个消息对车主们来说,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吗? 所以车主们不用担心油价的上涨了,至于以后油价的趋势,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